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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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除了以上实用的资料之外 都想分享一些有趣的新闻 分析一下小偷的心理 给大家作一个参考 英国媒体每日邮报 之前请来一位已经金盘洗手的小偷 介绍防盗的秘诀和要点 而他表示最好防盗的工具就是监控录影 而最好的防盗帮手就是在家里养一只狗 最好就是一些会见到陌生人 然后大声吠那种 因为小偷多数是机会主义者 他们决定在哪间屋下手之前 都会在附近陪陪观察 看看哪间屋安装了监控镜头或者幼养狗 小偷喜欢速箭速决 避免发出声音 如果家里养了狗 小偷走近这间屋 狗就会大叫 这样最容易引起人注意 如果家里安装了监控镜头 小偷的样子都会被录下 将来就有机会以此作证据去告他入屋爆洩 但謹记不要是因为防盗的原因去养一只狗 其实养狗都要讲求有没有责任心和爱心 另外住户应该要提高安全意识 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 post 说自己要外出旅行 现在的小偷亦都与时并进 会在社交媒体上找料找目标 在出角度嫁或者是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家里是被人爆洩 很可能是因为小偷事先已经知道他们的行程 趁他们家里没有人就下手了 另外如果大家在家居保安上面 有任何大小的工程要帮忙的话 都欢迎联络我们 Banana UK Deco 查询相关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